這次的改造是一間六坪的客餐廳 平常這裡只有屋主自己一個人居住 所以會用軟裝家具來規劃整體空間的動線 走的風格是簡單一點的青色風格 會運用藕色系、金色和較多的圓形圓角 來幫它打造舒適的居家空間 首先呢一進門的右手邊有一個凹洞 這邊的空間寬度大概42公分 我們會把它規劃成系統鞋櫃使用我覺得算滿足夠的 還滿喜歡純白的感覺 如果是單獨白色的話可能會比較單調一點 這雖然是白色但是它有一些木頭的紋路在上面 一點點灰色的感覺 也許可以幫整個空間加分不少 進門的左手邊 其實這邊我想要幫它放一個現成的鞋櫃 這個寬度我大概要買75 因為它這一面前剛好是75公分 我希望可以貼起它 地板的部分啊 我們前面這邊會做一個落成區 那切齊的部分就會是這兩個柱子之間切齊 我希望它可以不要太暖也不要太灰 所以我挑了一個比較剛好的顏色 像是這一款 那我們背後這一區就會是它客餐廳的主要活動位置 在不改太多線路的狀況下 我們就會把電視的部分維持在這一面 餐桌的部分我們就會放到一進門的這一塊 旁邊就會是一個比較標準230公分的三人沙發 再來就是餐桌對面的餐邊櫃位置 這邊我打算做一個極腰高度的餐邊櫃跟一個吊櫃 那我們基本上這次都沒有用系統櫃做使用 除了玄關門口一進來的地方 其他部分我們就是用現成家具來做搭配 作為搭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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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賣了什麼? 賣了兩幅畫 我想它的感覺是帶多一點白色的 就不要整幅全部都是顏色 因為空間牆面我還是想要讓它乾淨一點 那我後來就看到了這個 我覺得蠻適合在空間的顏色 就是整體搭起來都蠻適合的 還有這個 它就是也是淡淡的米色 然後帶有一些 就像這樣的粉色啊 其他顏色跟空間來講也不會不搭 那我們家具的部分都已經進場完成囉 那我們就先來看看玄關區域 因為像這樣白色的空間整體搭起來 如果你全部都是用白色的東西的話 它看起來比較容易略顯單調一點 所以用一些像這樣子淺色的木頭 可以讓整個畫面上看起來更有層次 首先在這一區啊 基本上就會放它出門常用的東西 你可以加上一個像這樣的墊子 然後去做一些造型變化 你可以稍微留一些白邊的區域下來 會讓整個空間看起來更漂亮 那我覺得另外一個蠻值得講的部分 是這個鑰匙盤 你看這個鑰匙盤的樣式 它其實就是帶有一點點金邊 然後有一些葉子造型的 像這樣的擺飾 就會跟它空間的其他元素有對應到 進到裡面的空間呢 你會先看到一個黑色很奇怪的架子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登 蛤? 就算你打開了我還是看不出來那是什麼 其實是屋主的需求啦 它平常的興趣是騎車 所以它需要放置一台腳踏車在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就幫它配了一個像這樣的腳踏車架 它除了是一個腳踏車架以外啊 它也是一個很好的屏風 藉由這個腳踏車的車體來去分隔內外的空間 接著就會來到我們的餐邊櫃 餐邊櫃上面就會放咖啡機跟音響 然後還有一些小家電 上方的吊櫃啊 它裡面就可以收納一些它的生活用品 這一整區的牆面啊 都是以白色基底為主 所以像剛剛所說的 我就挑了一個比較淺色的木紋家具 來去做正面牆的搭配 比較特別的是像這樣子的黑色腳架的元素 我覺得青色風裡面加入一點點的黑色在裡面 也可以做成一個很好的點綴效果 這一面牆啊 其實就是它大門一打開會看到的牆面 所以它是一個需要被重點裝飾的部分 因此我們就放上兩個展示架 其實一般大家會用的通常都是木紋造型 或是簡單的白色橙板 你可以挑像這樣子 有一些現板樣式的橙板 就會讓它的風格再變得更突出一點 這次在擺飾品上面啊 屋主他給我了我像這樣子的聖誕節裝飾 所以我覺得這一區其實也蠻適合有一些紅色的東西 跟它牆面的有點藕粉色去做搭配 那像畫框的部分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喜歡的畫作 我覺得你可以往包裝紙這一塊的方向去找 你就可以把它剪裁下來然後放在畫框裡 它就會是一個很好看的擺飾 這是你的餐具都幫它配什麼樣的款式 我覺得像這樣子它有一個金邊的光圈造型 都會蠻適合的 再來我覺得另外一個也很適合 它有一點長紅玻璃的樣式 它其實玻璃杯有一點造型 我覺得都會蠻適合近身風空間的 再來就是我覺得青色風很適合加入的東西 就是這一盞吊燈 用金色的元素啊 它就可以帶給整個空間更多 比較奢華的風格 這次在門片上也做了改色 因為原本建商附的顏色是比較深棕色的顏色 所以屋主他挑了一個五厚拿鐵的配色 整體的配色可以再更和諧一點 這次客廳區域我們幫他挑選了一個像這樣子的電視櫃 這電視櫃其實它的檯面上一樣是用一個岩板造型 側邊其實是畫面的門片 它其實遠看的時候看起來會很像皮革的樣式 我覺得就蠻融入這整個空間之中的 空間中我們也可以加入一些灰色的元素 之前的案例也很常用到粉色跟灰色的搭配 像這樣的搭配組合也很和諧 這次的窗簾我們是用慢似不提的窗簾 然後是用一布一紗的款式選擇 裡面的紗簾是挑選牛奶紗的材質 它摸起來感覺其實就蠻細緻 然後會有綿綿的觸感 我覺得像這樣柔軟的材質 其實也是蠻適合輕攝這兩個字的 剛剛有提到粉色跟灰色會是一個很和諧的搭配組合 所以這次布連的顏色我們就有挑選一個白色帶有一點淺灰的感覺 來去搭配旁邊的這一面藕粉色的牆面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沙發區 你這次挑什麼樣款式的抱枕啊 其實像這樣子米灰色的沙發可以挑選的顏色 我覺得不外乎就是米灰色然後跟淺的灰色 配合它牆面的顏色去做選擇 所以我這次拿了一個像這樣子 還有一個淺灰色的抱枕 還有挑選了像橘紅色跟藕粉色的抱枕 如果你是想要做青色一點的空間 你可以像這樣用簡單的線條樣式 然後挑選一幅比較大的作品放在牆面的正中間 四周圍做一點留白 這樣整個空間看起來就會非常鼎雅 花的配色選擇啊 你可以挑選就是整個空間有的顏色 比如說像我們這次可能就是藕粉的場面嘛 所以我就會挑選一些比較淺粉 或是白色 盡量不要挑同樣的一種粉色 或是同樣一種顏色 盡量讓顏色有更多的層次 那這盆花看起來就會非常漂亮 然後我覺得有一些適當的葉子在花裡面 也會是蠻加分的 如果你喜歡這次青色風的影片 別忘了幫我們按讚訂閱還有分享出去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見